经常有人赖上问我 这个营养品好多名人推荐 好多医生代言 而且在电视台上都看得到 代表这产品很好吗 当然不是 你必须把名人代言跟产品 好不好分开来看 你觉得找林志玲帮你代言要不要钱 你觉得找台大医生 把他的照片放在你产品上面 要不要钱 我自己是做品牌的 我非常清楚 找人代言是要花钱的 当然这些人有很高的知名度 很高的商业价值 我们拿出同等价值与他兑换 天经地义 不然因为这些名人都是为了产品太好了 慕名而来 免费代言吗 别傻了 如果说是部落客帮你写推荐文章的话 一千块到一万块不等 那如果说是二线有签约的艺人的话 一年大概一百万左右 那林志玲呢 抱歉 那不是我可以碰得到的等级啊 因为我光听到一百万我就吓到了 所以啊 这个我还是请部落客帮我写写 几篇文章我就非常满足了 所以啊 你才会一直看到我的影片 我拍了也有40部了 我自己的产品自己讲 当然名人代言也非常OK 如果我有父爸爸的话 为什么我老爸不是李嘉诚 但是啊 产品好不好 不是看包装美不美 不是看DM上面 到底有多少的名人头像 名人是不研发产品的 还是得回归看内容成分吧 像是益生菌 它的菌株菌素 有没有标示清楚 那鱼有 它的DHA EPA 有没有标示出来 那吃酵素 它到底有没有活性单位 我想这才是最重要的 以上常看我影片的人 我相信对这部分 都有大概的影响 所以总结一下 好多名人代言 电视上常看到的产品 只能代表说 他们公司有钱 肯花 懂商业技巧 但是跟产品好不好 最重要还是得回归看 营养成分跟处方设计 不要舍本足墨 这才是至关重要的